明偶风云会 印谈与老旁 风云高 主持 吐杰 白韦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到时收听风云谷 多谢各位支持我们的订阅人数据超过21万 向30万目标进拍 新家有个朋友记住 按一按钟 加入订阅的行列 这几天除了世界杯打得轰轰烈烈之外 大陆二十大之后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连任后出席印尼G20 和曼谷的APEC 然后回到 全世界都看着中国的动态清零的趋劲 果然是以习近平为首的动态清零强硬派 最近加紧这个动态清零 雷厉风格 坚持到底这种强压的作风 但是同时以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为首 这个经济务实派 暗中反动态清零派 提出一个国务院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实施办法 另外 这个办法就是 由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下达的四份文件 这些文件里面 就是跟动态清零坚持到底这种强硬作风 是很不同的 包括 这套办法 在进行区域核酸检测前 必须在流行病学调查基础上 叫流行病学 看着这些字眼 什么叫流行病学的基础上 即是要你计算流行性感冒 其他的种种 叫非新冠状肺炎 这些病疫是一起来做一个综合科学的评估 根据疫情发生地区人口规模大小 感染来源是否明确 是否存在社区传播风险及传播链是否清晰等因素 综合研判 根据风险大小按照分级分类的原则 并且说如果个别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对居住地工作地活动区域传播风险较低 记住这句 他已经很小心了 叫个别病例 其实谁知道个别病例 大把病例 现在在西方与病毒共存已经是这样 密切接触者以及时管控 经研判无社区传播风险 可不进行区域核酸检测 这四套办法 中国国务院 李克强系统颁布的要害就是这句 就是可不进行区域核酸检测 可不进行 这句说话才是个主体 即是说动态清零 是可以根据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根据疫情及其他的流行病 病例 相关的死亡人数一起研判 如果你觉得 是社区传播风险低的话 或者没有 就不必进行区域核酸检测 一旦这样 这个叫做动态清零 会打一个缺口 首先那里的大白兵就不用到场 第二 那些区域核酸检测盘和区域核酸检测 就可以暂时收摊 第三 就是全国各地如果将这个研判权 交给不同的地方政府 而且李克强的国务院 我们也记得 是举办一个叫10万人的视像大会 是吧 李克强就下令 下面一定要稳定的经济 还有说明中央政府是没钱 你一定要稳定经济 是自己想办法 是稳定 你要稳定的话 其他就要透过比如说税收 如果没有正常的经济消费生活 何来有税收 再加上李克强一直 鼓吹地摊经济等等 所以李克强系统是一个反动态清零 或者叫做经济务实派 现在就叫做反核酸检测 以及这个叫做反动态清零 的另一个阻力 所以 习近平一离开曼谷 一回去 去这个 中国呢 就立刻以石家庄经验为批判重点 因为这个叫做实行国务院这四点 叫做灵活办法的 在石家庄那里走先 是吧 现在发表一个 动态清零派就是说 重点点名批判这个石家庄 嗯 说他是否想放松动态清零 是对中央的意见不予重视 所以这个动态清零 一早已经是政治化 现在已经成为两条政治斗争了 虽然这个李克强在明年三月就要交权 他现在应该躺平 甚至以现在的形势 应该交那个 总理大权 给 这个六个新常委 但是呢 现在最后一轮的角力 仍然非常凌厉 是不是 是啊 陶先生 不止其实在民间 有很多暗涌 亦都有很多反动态清零的声音 在日前 在微博和微信 就流行了一条 叫做十问 的一份文章 是 很快那篇文章 已经被屏蔽 和删传 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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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很多人 就将它变成 PDF 或者是图片 就继续在流行 所以 我都找到了 这个十问 其实问了十条 有关于动态清零 的逻辑问题 我慢慢讲 逐条简洁地 跟大家讲 实问第一条 就是他问 卫健委的主要职责 是否统计新冠的相关数据 他问 究竟 卫健委 有没有公布 这个Omicron的 致死率 有没有公布过 还有 新疆 西藏等 实行几个月的封控 卫健委认为合适吗 这个就比较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接着 第二 开始问一些 其实好像 刚才你说的流行病学的问题 历史上产生的任何流感病毒 有被人类消灭了吗 如果没有 我们又凭什么 可以消灭 这个新冠病毒呢 如果消灭不了 为什么要不惜代价 针对一个 看不见 摸不到的病毒 进行清零呢 这个是一个 逻辑的问题 流行病康问题 对我们来说是常识 好了 第三问 就是问 大部分民众打三针 那么究竟 为什么会继续感染呢 很简单 如果你的科兴 无效 那你就说 这个是他不敢说的 国产疫苗 打了几乎就等于没打 打了三针四针 既然是这样 当初 香港也是这样 只要接种疫苗 接种率高达75% 或者90% 这个叫做动态清零 就可以放松 香港正在打 復必泰西方的疫苗 现在是这样 相应又放松 不用21天 酒店隔离 就变成0加3 所以始终来说 香港的一国两制 在这方面 都稍微合理 但大陆不是 你打了科兴 现在为什么还这样 跟一年半之前 大同小异呢 对不对 第四问 跟其他流感病毒 比较Omicron的致死率 是低还是高 究竟死了多少人 这个呢 盧总某 就用杂派那里说 在美国死了多少人 100万人 是吧 生命至上 保护老百姓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他现在就问 你怎样叫生命至上 到底死亡率是多少 原来没公布过 中国大陆 第五问 针对新冠病毒管控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没有客观科学标准 是不是一直要管控下去 另外就是第六问 北京最近三例死亡病例 都是臥床不起的老年病例 本身都已经有长期病患了 他们是怎样感染的 检测的时候 是流感还是 Omicron的阳性呢 如果是 分不了的 那检测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第七问 就是 都是问新冠病毒的决策是依据什么科学 Model还是推测 钟南山 张萌云等病理学专家已经说过 Omicron的毒性很低 为什么还要管控一个不致命的病毒 这个到了第七问 接着 辣到香港 第八问 因为制度不同 人口囚密程度 远高于中国大陆的香港 从来没有进行过全民核酸检测 幸好林郑月娥那时候 是 最后一口气 她顶着 她说 已经 开放了管控 即是零加三 香港社会目前一切正常 没有发生过医疗这些对剂 即是剂题 这个要插一插合 在去年 香港的一些极端的亲中爱国 是力主要全民做核检测 甚至是封城 说要跟着 大陆的 核心的政策来做 林郑月娥是没有做到的 抗拒 于是有种种全民就说 她没得练 是跟最后这一脚 撑回回大陆 有关 现在就证明 你不全民核检测 核检测检测和封城 原来是不需要的 这一件事不需要 一样可以做到 其实现在等于实质 逐渐 与病毒共存 现在香港的经验 大陆开始 有人说 拿来做例子 所以你说香港 你看回 一年多之前 那种种种的 那种极左 那种草音 是不是很好笑 是不是 全世界看着国际社会 你看着香港 到底有没有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就在这里 现在人家运不运了 拿香港来做例子 他问香港 籌密过中国大陆 没有进行全民核酸检测 他问 难道香港没有老人和孩子吗 当然有 当然有 这个第八文 去到第九文 他问 世界上一百二十几个国家 都没有进行过 这些新冠病毒的管控 另外 他们的生活 正常吗 他们凭什么 比中国人的生活更自由 他已经问得很曲视 自由 敏感词 这句说话 让我代他回答 你问那个触犯了 这条底线是有人 利用中国的动态清零 是要为全人类指名方向 动态清零是要击败 以美国为首 英国 欧洲 新加坡 跟随的与病毒共存 这个第九文就是兜底 遥陷这一条 不可触动的政治红线 他还问得好 卡塔尔现在的世界盃 开幕了 球迷 没有戴口罩 也没有听过要进行核酸检测才能看球 他问 究竟我们是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星球 也问得很专 这些其实我们的风云谷 还有在其他区域一早的年纪都问过了 有什么新意 我陶杰已经不知说过多少次了 现在的新冠状病毒 是不是选择不同的肤色种族 或者选择不同的时段来攻击感染 这些香港人都问过了 大陆现在才有人问 已经是后智后角了 开到第十问了 卡塔尔不用戴口罩 难道那里是真神阿拉 那个法力更厉害 是会保佑所有伊斯兰世界不受 是由武汉最先传出这种病毒入侵吗 是不是这样 还是他们每个都念了可难经入场 是不是有抗毒力超强的一种基因或者抗体 你要回答 讲完卡塔尔 还不够 接着拿一个 鄰近的大国 印度去比较 印度和中国的人口 差不多很多 但是面积呢 连中国的一半都没到 更加囚密 换句话说 他问 究竟印度的疫情是什么情况呢 另外非洲尼日利亚的 防疫工作很显著 但是为什么中国大陆 常常都拿美国 的死亡率来说 不去拿印度或者尼日利亚 这些成功抗疫 但是他的人口 籌密程度 是比中国更加利害的例子来做比较 香港大量的蓝丝 亲中爱国 你看美国死了多少人 美国死人少 他的快感 不够强 不够强 一定会告诉你 90万 100万 是吧 然后就拿来 吓你 现在大陆 提问这10个天文的人 摆明 不受客 很清晰 他比我们清醒 大陆有很多高人 有很多常识人士 对不对 他请卫健委认真回答以上的10个问题 谁知道这个文章一出完之后就被评斃了 连问都不准问 我要加个问题 是不是卫健委大了 对不对 因为中国方面 在2020年 这个病毒刚刚爆发的时候 委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是出任这个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 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跟着组长 还是问你 为什么你要问卫健委 为什么你不问李克强 问李克强 自问自答 李克强就回答你了 其实 所以就一个卫健委 一个李克强的国务院 就这个叫抗疫 就是两条政治路线的冲突 这些冲突你不要看少 在大陆不是经济问题 不是医疗科学的问题 是吧 最惹人害怕和最讨厌的 就是什么都是政治问题 一说到政治问题 就是科学和医疗 摆在一边 他们大陆的政治 就是人治 就是一个人 我喜欢这样就这样 我不喜欢这样就不对 是 现在你不要紧 毛泽东那时候 指鹿为马 但是现在你搞到 全国 大陆 广州 这个叫做 郑州 是吧 甚至是连这些武汉又来过 这个叫做富士康 竟然出现10万 这些工人和那些大伯 是欲博 3万欲博 是吧 富士康其实已经很多 员工是不是已经被你试图了 红马已经走路了 发走回去又不知道怎样待遇 现在这些 广州和郑州 已知的 有种种的短片传出来 就直接是暴动 而香港2019年 那个标准来看 已经是触犯国安 和颠覆政权 这些黑暴分子 是吧 不止是广东 我刚刚收到一些 上海的朋友 都是从事影视工作 他就说 突然间 其实上海有封城 封城的形式 大家看看 就是说 有一个叫做徐身马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叫做鹿马的人员 要展示 要显示 来到上海 或者回到上海 不超过五天 的标示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 不够五天 就是在 来到上海之后 他不能够进入 任何的餐饮 购物中心 健身室 赛市场 这些地方 有些像我们香港 不准堂食 而所有来到上海 和回到上海的人员 要落实 三天三检的基础 第五天进行一次核酸 如果是阴性的 徐身马才会 可以显示到正常 取消标记 现在 上海 进入了 又是另外一次封城 这个是徐身马人士 现在做了一只叫做粤劇红铃 新马仔人口 徐身马 这些人做了新马仔 新就是徐身的神 大陆这些东西 政治挂岁 真是多名旁 是的 还有 那些导演朋友 直接不能够去 又来 我们继续不要受他的干扰 那些导演朋友 就不能够去做后期 因为那些后期的 那些园区就封了 好了 到后期的园区不用封 他家里封了 接着 他又不出得去了 于是整个影视制作 陷于停顿 还有被迫 就要改剧本 又不能够开机 现在上海 一片风声学类 另外一些朋友 立刻第一时间他们醒 上网 立刻订蔬菜 你知道他们是另一个人 见过鬼怕黑 见过鬼怕黑 谁知道 这些蔬菜已经完全 销售一空 所有的送货时间都没有了 上海现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翻墙厅 或者你有没有亲友 你们留意一下 上海就进入了 又一次的封城 第二次的封城 是的 广州方面 我收到一些香港的朋友 移居了去广州 他说最近 在广州那里 是奋起反抗 即是那些所谓的大陆 香港特区政府的黑暴人士 就不是广州人 是湖北来广州打工的 农民工 是吧 大约三万多人 聚集在 海珠 区的中山大学 附近一带 是吧 原来 两个礼拜之前 这三万多的湖北的民工 有成七八千人 是中招呈现阳性 官方就要求 这些红马的人士 中招拉去广州 外面的乡村隔离 于是就引这帮 湖民的农工 抗命 就和广州的大白 或者穿起大白制服的 武警 农村银沖 是吧 而且 双方有得谈判 谈判之后 当局 用高铁将一万名湖北农工 免费送送回湖北乡 你走 这是地方割据 你走动态清零 你就要看看 现在这样的情形 各省市各自为政 然后国务院 建立任务 是你自己 要想到财政营业 要上交中央 中央没钱 所以搞到七国这么乱 广州就算出现这些湖民农工 抗争的 它也不敢完全震压 最多一招就是送高铁 你们回去乡下 这就是郑州富士康员工的那一招 但是有2万多的湖北人死都要留在广州 因为你回去怎么办 回去我没有攻打 接着就已经过年了 于是 那个危机是得不到解决的 所以这个动态清零 你看这个广州的例子 就是广州和湖北人之间 民工的矛盾 这个叫郑州富士康 就是美帝国主义的产业链 这个叫苹果手机 再加上终端 这个叫台湾国台铭 这个叫富士康这个买办阶级的双重 再加上动态清零 所以每个地方 郑州和广州都出现不同的市情 或者是省情 那么你动态清零如何在全国统一或一 根据习近平的指示 那些指示 是说到是非常政治化的词汇 是做得到呢 做不到的 一定是乱闹的 你香港也乱闹了 你到底现在动态清零还是病毒躺平呢 什么叫动态清零呢 林郑说这个呢 我不是始祟勇者 我都说不清楚 动态清零是不是要看着老习 原来二十大之后他好像加强了权力 于是就说零加零的国智呢 你完全是政治行头 你哪里还有科学呢 五四运动说民主与科学 不要说民主 你的科学都没达到 于是就是 大陆现在摆明是两个系统 是一个叫石家庄经验 就行灵活 这个叫动态清零 就是必要的时候没有感染的地方 是可以免去核酸检测 免去 现在不是强制的 现在开始有些对核酸检测质疑 有些这样的舆论在角力 但是长期的动态清零和封城的措施 我看到有一些精神异常的状态 在广州有些大学 因为园区就是宿舍被封的 学生不能出去 前一段时间就出现了一些怪异的现象 第一 他们把那些纸皮箱 自己的设计和上色做到像宠物那样 然后拖着一只 当然是假狗 就是用纸皮做的宠物狗 就在一个校园里面 叫做撩狗 自己爬行 自己爬行 在拖大家的狗在互相见面 聊天 其实真的有些诡异 中国人民自己尊严侮辱 据说你已经站起来 为什么你身为大学生 国家未来栋梁会 在一个校园里 跪下来扒行 拖着狗 是什么意思 还有集体 你自我辱华 集体好像扮动物那样 在扒行做运动 我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一个精神异常 还是一种抗议 当然是抗议 女其是一种讽刺 于是又禁止 现在最新的 有些禁令 是传出在大陆 在微信 如果有一些 大陆认为 不合听的 这些内容 点赞那个 都不行 你在下面 你什么评论都没有 只是 点一下这个 大帽子 都要追究 这个越来越 越来越 越来越紧缩 没办法 所以 这也是另一种的文革 我经常说过 中国会不会有第二次文革 yes and no 完全好像毛泽东那种文革 要具备几大因素 中国是没有的 但是会有文革的2.0 是习近平特色的文革 就不是真正毛泽东那种 正牌文革 现在有了人面辨识 AI 和互联网之后 就算是文革 那个形式都已经不同了 截拳道 只可以由李小龙去表演 是的 李小龙死了之后 你有其他 黎小龙 梁小龙 或者什么打功夫 李年杰 就算 找人做回李小龙 都不是真正的李小龙 但是那个截拳道 李小龙的精神 会在另一个 打子身上 打一个八折也好 是另一种体验 这个中国第2次文革也是一样 这个大白兵 就不是取代不了红卫兵的 因为红卫兵是15、6岁的 全部是激情的盲目 是不需要他们上学 只是给钱 毛泽东下令地方政府 给钱乘火车免费串联 然后去北京接受检议 然后沿途 哈哈罢罢食罢王餐住罢王宿舍 然后看到那些破四宠的东西 就可以进去 去烧和炸 大白兵 那个破坏力 还没做到这里 所以这方面来说 文革 这个重大的特色 现在是不具备 我们也说过 是不是要取代所有的私人餐饮业 是全部做了人民食堂 也不可能 因为还有Kentucky Chicken 还有麦当劳 还有真功夫 这些你没办法取题 所以现在只能够 是有人 在 抗权的同时 是尽量 是用尽每一寸空间 实行他那种个人的强权的政治 这些是会有一种文革方式 去进行 例如叫人告密 例如你的手机里面 新马仔 徐行网 你的私隐 是被人监制 这些在毛泽东的文革 都未必做得到 因为没有手机 他就是靠那些 村委书记 和街坊 街坊组长 是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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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效力 是没有现在那么厉害的 是的 甚至可能 文革更好一些 例如文革 我也听过 有些知识分子 或者有些 想保存那些禁书的人 将这些书埋在地底 山洞 都还可以偷偷地在燭光之下看 但是现在不行 你拿一部手机出来 万一你看 例如刚才那篇十问的文章 你看完之后 有纪录的 可能是 阿凡达第二集 文革那时候 没得看 现在他是给你看 为什么 因为对荷里活来说 要一松一紧 现在看到荷里活 真的是 我真的 觉得中国市场 做完那套 TOPGIN之后 原来发现 原来不需要中国市场 我倘若老师一样赚大钱 到大陆急 买来买来买来 我给你个市场 所以我可以在这儿 预测阿凡达第二集 在大陆的票房 一定是最高纪录 分分钟是100亿 50亿 引回你这帮荷里活制 好像引我引那只猫 拿牛肉肝 是 是 他也知道 荷里活和华尔街 永远 心里很痒 不过阿凡达 是对他们口味的 因为如果说起来 他里面第一集 隐含了 美国人去征服印第安人 那种背后的 历史文化 所以隐含地 他为什么让他进入中国大陆 因为暗地里其实是在鞭撻着美国的殖民 或者是扩张主义 所以他就让他进入 因为里面有些左胶 但是你可否隐含看到 其实是汉人 和西藏 和维吾尔之间 对不对 所以其实 你这么看 现在大陆一般那些 十七八岁的 你没有脑子 你怎会看这些东西 只是看视角效果 特技点 但是始终都是荷里活宣扬 美国的软实力 这个就让你进入 这个就是文革 就没可能了 毛泽东文革时期的任何 招惹到这个叫美国 或者西方的东西 是全部批判 连古典音乐都不能听 所以现在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推行毛泽东那时候 文革原完全所觉是 做不到的 是 但是会进一步 去限制 西方 这些企业 的进入 使得西方企业 和民企的市场 进一步缩细 和可以控制 但是进一步 不准西方的价值观 借着阿凡达这部电影里面的 宣扬人权民主 是 影响到中国下一代 这个一定越来越 收紧 是 所以 但是延长到 这个叫动态清零 是两个司令部 确实是似文革的 一个是毛泽东那只 是要抓革命 和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 是要进行到底 另一只 就是周恩来 国务院 系统那只叫务实派 要速生产 你知道吗 那时候 文革就是 叫爪革命 下面 为什么要扔着 速生产 爪革命 就是毛泽东说的 你只是个个 革命串联 没有人在 钢铁厂 煤炭那里 开工 那你全国 是死了 所以国务院 这种系统 就加上 叫做速生产 这个叫抓革命 和速生产 其实是矛盾的 是 所以直到周恩来 死了之后 邓小平 出来 叫做整顿经济 是吧 于是 就把毛泽东 那个叫以 阶级斗争 为綱 改为以三项指示为纲 三项指示是包括 是要 这个速生产 结果就被毛泽东 批这个叫 邓小平 说他要修正主义 和走资 现在来说 你去批李克强 现在是未曾见到 这样的迹象 虽然早前有一篇文章 是影射李斯 和这个叫 李林普 是 是蠢蠢欲动 但是搞不起 所以你说 在这方面来说 他搞民 有人想搞民革 第二国是有一个阻力 有这个阻力 就有一个斗争的空间 再加上现在 已经不是毛泽东的时候 中央责权 一个人 批得这么实 确实你是批不实 是 你没有这样的班底 在地方那些 躺平的也好 老江的残余势力也好 是全部 是口事生非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所以怎么搞 搞到 三不四 是吧 但是对于香港来说 这个是你的空间 来的 你不用每次都打烂 沙盘 闻道督 你有这个空间 你自己呢 是根据 李克强国务院系统 这个 是根据地方 实际状况 以及吩咐你要加强国际贸易中心这个地位 你又可以自己 高度自治 很多政策 包括 你不用听劳宠 这一只 这么激进的 美国佬死了100万人 你是不是又想 这种 政治化的动态清理 但是香港 现在 警察做特首 你懂得解读呢 这些大陆的政情 懂得解读呢 已经证明了零加三之后 香港其实那个饮食 或者是其他的商业活动 并没有得益 来自外地的游客 还有你有没有 駐京板 以及这个叫做 主廣州贸易 什么代表处 那里有没有 在这儿盯着 现在 廣州发生什么事 是吧 如果你身为一个特首 以前 英治时代的 港督 有个政治顾问 天天都收了 天天都收报告 然后他根据这些报告 是作为一个科学的研判 如何在保障香港最大利益的大前提之下 就不得罪中共 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 将香港的经济 搞到欣欣向 这是英国人领导香港的时候的智慧 对不对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收看 今天同时 看世界杯的同时 都要补一补风云谷 不要一口偏食 吃光一口东西 欢迎各位加入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集风云谷再会 多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风云谷的支持 风云谷 在YouTube平台出发 不问翻墙 单球月界 少汉古今善恶 审救人情不泰 逢星期二四六晚10点 风云谷约定全球华人 节目是完全免费播放 而我们在短短一个月间 听阅人数升破10万 大家的这份支持 令风云谷的团队打了一支强心针 亦不枉陶健 霍伟聪 我们两位主持 每次长途不涉 浅力条条 都要坐在一起做节目 如果看到这里 大家还未在YouTube like这一集的影片的话 希望大家like我们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 无论你在不在直播时段 大家都可以用超级感谢 超级贴图 以及超级留言 支持我们 有能力的朋友 希望大家同时加入陶杰Patreon 以及霍伟聪重浸直雪的Patreon 而Patreon亦会包括有每一集风云谷的声音版 大家的支持 会令我们可以更加有动力 一直携手走下去 越过死音幽谷 一直走到阳光普照 风和日丽的一天 再一次 多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世事多变 小汉风云 下一集 约定风云谷 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